字幕提供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一節跨連倒數 的萬維早晨節目 我們由2021年 一直聽到萬維早晨 倒數到2022年中間我們做什麼呢 就和大家回顧一下今年萬聯的大事件 由於我身在香港 所以一定用香港作為指標做一個跨年的倒數 但如果你身在亞洲其他地方 Time zone可能跟香港不同 或者你在歐洲 甚至非洲或者美加各地 都不要緊的 一起參與 都可以 或者你留在你的時段 跨年的時候 才去聽這集節目 都可以的 不過有一個要求 各位朋友 如果你加入我們這集節目 記得留言說 在2021年 你最深刻的萬聯的一件事件 看看我們朋友 這麼多位巴友和萬聯球迷 有什麼事件是最多人 有一個深刻的印象 大家都知道 如果到了11點多的時候 大巴可能會累累的 做得不太好 所以終於讓我想到這個辦法 如何可以大家一起倒數 而大巴的狀態又比較好 就是 我現在先錄影 然後 用YouTube Premiere的方法 即手拍的功能 讓大家可以 這集節目的臨完的時候 就是在香港時間 踏入2022年的 凌晨12點 1月1日 大家留意 總之都是那句 我們一直回顧著 2021年發生的事情 大家記得留言 說說 你在2021年 萬聯最深的事件 是哪一件事件 當然 倒數完畢之後 大家說說新年快樂 說說新年願望 好事不宴遲 就說說我們2021年 最深的事件 或者一些回顧 我用了什麼呢 就用我們大巴台的節目 去和大家一起回顧 說真的 還記得 2021年的年頭 即1月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 上過英超的榜首 其實都很久沒有上過英超的榜首 其實那段時間大家都覺得 萬聯有沒有機會 差阿彪呢 這樣 也說起 剛剛 麥湯文尼對著 班尼 也踢得很好 對上一場 對烈斯聯 即1月的時候 也踢得相當出色 然後 我們一直都不錯 還有那時候 也會一直說 究竟 我們萬聯 蘇斯卡查帶領 是否可以 還有 大家 這裡說 其實那時候 萬聯 真的在請足球總監 即是說 在搞整個管理架構的改變 但是大家明白 我們到現在這一刻 已經改變了 聯賽杯八強 鬥愛華頓 之後 贏了晉級 大家都記得 我們經常都會去到四強 或者入到決賽 不過始終 蘇斯卡查帶領著我們的時候 始終 有個小小的遺憾 就是未能得到任何的錦標 當時來說 也是一月 大家記得 轉會槍 所以 一直都 有很多傳聞 結果 我們 就和了理成 2比2 一直繼續 萬聯金季 有力爭標 一直都在討論 當時來說 真的很好 但是 雲迪碧 一直 到現在還是 究竟 我們是 會不會 讓他發揮 另外 Ben White 現在已經轉了 他去了阿仙奴 應該是沒有記錯 當時也有傳過 然後 卡雲尼 對我們 爭培 影響有多大 這樣 接著 去到 主場 咦 這裡 正式是2021年 進入2021年 原來 剛才那裡 也是2020年的年尾 Happy New Year 我們都 對著維拉 應該是1月2日 是不是 我們去年 去年也有做倒數 去年也有做倒數 然後 對維拉 贏了2比1 所以去年也有一個好的開始 接著 之後 那時已經在說福仔 究竟 是不是仍然有這麼毒食 接著 之後 就 當時應該是說 廢查 回歸 究竟 他做什麼 我們現在 就很清楚 當時來說 十二碼也有討論 因為我記得 當時應該是 高普說 為什麼萬元這麼多十二碼 接著 他也是連鎚 對著萬成 看看 這裡我們輸2比0的萬事打比 好可惜 接著 阿麻仔 應該就是 是不是 官宣了 阿麻仔正式加盟我們 這樣 已經有 有傳這個 夏蘭特 當時 接著 一路下去 我們的發揮 都應該是 不錯的 看看 這裡繼續下去 我們對哪一隊 1比0 贏了 這個 搬尼 原來我們對搬尼 成績是不錯的 這裡說到 一月的時候 真的 剛才 未到一月一日之前 還在說 我們現在 有沒有可能 掃八年之樣 因為當時來說 我們一月 有一段時間 我們就 站在英超榜首 剛才就說 高普 說我們為什麼 這麼多十二馬 接著 我們就對利物浦 當時來說 好久沒有試過 萬聯對利物浦 是榜首之戰 這個時間 其實也是相當重要 但結果那場球 緊張而不精彩 一場0比0的球 當時來說 都是 我想是相當緊張的 大家 結果我們繼續 都是以比一贏 富銜的 當時來說 究竟誰是領袖 我們現在都還在說 其實當時卡雲尼 亦都給了很多有用的效果 還有當時已經說了 蘇西亞 我們當時 2021年的年頭 已經說 當時的自由管理模式 所以 我們很早已經 其實這樣也不算很早 因為2021年年頭 蘇西亞 已經帶了一段日子 但也是確認了 他的自由模式 接著又對利物浦 這個就是足總盃 大家記得 足總盃 我們贏了利物浦 相當開心 但當時也有說 是不是只有蘇一招 說真的 我們現在的 最後的判斷 大部分時間都是 有時不是的 的確 尤其是 他初來的時候 不是的 但之後一路 都是比較用一招 結果我們去到下一場 就輸了 輸了給哪一隊 輸了給石飛聯 大家記得嗎 石飛聯當時 應該是綁尾 還是總之那幾隊 但是 真的是一個很重的打擊 接著 說真的 我們爭標的 期望 就開始 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 當時經常都說 為什麼經常要出 某幾個球員 會不會是蘇斯亞茶的契仔 或者那些球員 撐住了 這個 就是蘇斯亞茶的黑材料 這樣 接著我們就 9比0贏 修賀頓 雖然 輸了給石飛聯 好像很慘 接著之後 九球贏 修賀頓這一場 我想都是很經典的比賽 所以 這個也是 蘇斯亞茶帶領著 曼聯經常發生的事 無緣無故整場壞事 然後又會反底 接著現在就去到二月頭 為什麼有兩個黑色畫面 大家應該都會知道 每一年的二月頭 這個時間這一日 二月六號 to be exact 大家也會做一些紀念的片段 我想大家 作為曼聯購米 應該應該知道發生什麼事 如果不知道的話 記得搜尋一下 1958年的二月六號 對於曼聯的歷史 球會的歷史 是發生什麼事 接著繼續下去 我們仍然都是說真的 保持著 有少少跌跌跌跌 一比零贏 韋斯咸 還有那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 普遍來說 都是做得不錯 一直都是看得不錯 麥湯在去年 即是今年的年頭 現在都是2021年的 都是有很多 不少好的表現 去到這個新年 農曆新年 亦都跟大家 大家也知道 我們曼聯組陣很喜歡 介紹一些年輕球員 當時來說 就是在說 漢尼伯 阿瑪仔 和索羅提雷 亦都說 當時來說 馬聯的最佳收購 當然是 Runo 去到牛年的第一擊 就是 莊克西布朗 結果 又只能夠打成1比1 所以 球賽也有點跌跌跌跌跌 結果 我們四比零贏黃蘇 這個應該是歐霸的 這麽 Archubcticamente 去年應該是加拿到歐霸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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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했 끈독 Manager 等下 另外還有鮮與事情 才可以收到 當時當勒龍馬也傳了很久 歐洲大球會都有 零比零和了哪一隊呢 應該是王家蘇斯達 第二回合就和了 但應該是進級了 因為第一節就贏了 當時杜安沙比多在我們的 陣中 當時零比零和了車仔 這也是經常討論點 今年或者這幾年 福仔的毒蝕究竟是對還是錯呢 因為始終大家記得 尤其是2021年有一段時間 他毒蝕的確是幫我們入圍 也拿了很多關鍵的分數 所以我們也是有一個討論 水晶宮又是零比零假和了 這段我也挺記得的 對於我們還是不是增標一個 大禍的日子 因為我們不停和球 萬成 在開軌開得不好的情況下 在那段時間不停贏 狂贏的球也都在那段狂贏的球之下 令到他們 真的奠定了他們取得聯賽錦標 也都在夏蘭達經常都是我們會說的 都是一個大家覺得 會經常討論 在去年裏面 結果我們就2比0贏萬成 這場球 是英超2比0贏萬成 其實也以為 咦又有些機會了 說真的 你看回 我們2021年 尤其是年頭的時候 也有很多希望給了大家 接著疫情下 究竟我們財政穩不穩健 因為很多球會都說 有財政問題 但當時我們也跟大家分析過 亦都我記得應該有 會計仔幫幫忙 其實我們相對來說 都極度穩健 然後歐八杯去到對米蘭 第一場是1比1 馬仔和當時Darro仔 Darro仔是賭窩 然後又對回韋斯咸 英超 結果又贏了1比0 去年整體來說 除了那段比較差 一直有贏球或輸球 所以就令到我們最終 大家記得聯賽提議 米蘭也是 歐八杯我們進級 然後 受傷了 霍濟賽日 Greenwood 受傷要退隊 但是 福仔受傷又繼續去英格蘭國家隊 大家現在終於知道戀解 因為他很想踢歐角杯 結果歐角杯發生什麼事 大家會看到 然後慢慢 我們的管理架構也承認 John Mertle正式成為我們的出局總監 廢查也正式成為我們的技術總監 之後不久 Licky Budd離開了萬元 OK 普巴在去年來講 曾經有段時間打得不錯 幫到我們 然後我們2比1贏 布萊頓 然後 連加特去年外借了 韋斯咸 亦都踢得 相當出色 麥加亞 連續踢了很多場 那次那一刻他也是 英超賽事 也是 亦都踢殘了 老實實 然後我們歐八杯 八強首回合 剛剛對著這個 我看看 先看看 這隊應該是什麼 死了 加蘭拉達 加蘭拉達 記得了 加蘭拉達 然後2比0贏了 然後到熱刺 又贏了3比1 就報回 首循環 輸了很多 報回一箭之仇 然後再對加蘭拉達 再贏2比0 成功晉級 當時來講 為何 更快 狀態又比較好 其實 都是上上下下的 我們去年 和今年 一直都是這樣 雖然又會很厲害 又再贏搬尼 然後 當時另外一件事 軒仔 和迪基亞 差一哥位置 由於 迪基亞 好像是放產假 所以軒仔成功地 當時來講 踢得 不錯地 其實理論上 如果他 不是受傷 不是中招的話 今年的 一哥為地位 很大機會 不是迪基亞 就是軒仔 細事的 大家都明白 又再對列斯聯 那場只能和0比0 因為列斯聯 在主場的時候 反而沒有打得那麼開 然後對羅馬 我們的歐巴輩 大勝6比2 不要開玩笑 然後又在英超 又雙鴻會有對利物浦 那場球結果是怎樣 這裡沒有的 不知道幾比幾 這裡沒有了 看看 啊 記得了這個大事件 那場球結果是不能踢的 這個都是萬聯 去年 我想很多球迷 很多萬聯球迷 甚至乎利物浦球迷 或者是英超球迷 一個很大的事件 就是那場球結果要改期 為什麼改期 不用我多說吧 我也做了直播 當時 結果就跟著 再對羅馬 我們輸3比2 仍然都晉身 決賽的 殺入歐巴輩的決賽 當時也是 歐超聯也是一件很大的事件 在2021年的球季裏面 那麥 萬聯和利物浦球迷 改期都是原因 都是這個 然後我們就3比1 贏了這個維拉 然後就對這個是 這個是對什麼 利斯特成 輸2比1 當時也記得 也有些危險 輸給利斯特成 結果我們最終都 安然無恙 結果就改期完之後就對利物浦 然後就開始預備 說一些轉會 全萬聯 曾經很早期 未到暑假已經開始傳美斯 也 哈利簡尼要求 退隊 當時 哈利簡尼同意次 關係不太好 那時候我還很記得 如果我們去年的成績 雖然跌跌跌跌跌 但 overall來說也算是這樣 如果有一個正式的九號仔 可以幫我們進入很多球 其實也不是一件 也是一件很好的事 也開始傳到 華拉尼開始轉會了 結果 華拉尼就真的來了萬聯 而哈利簡尼 竟然 留在熱詞 然後我們贏2比1的 馬達 這本書也值得給大家看一看 費格順時間 Furgy's Time 這位朋友就出了一本書 我亦都說這本書相當正 好了去到歐霸杯的決賽 大家知道什麼事了 這件事 我就不詳細說了 結果打完歐霸杯之後 就正式進入了 應該是歐國杯 開始 亦都很多轉會的消息 加拉莎因為 歐超聯的問題 我經常叫他Ed Woodward 現在穆仔一定是Ed Woodward 以前我叫Ed Woodward做穆仔 但現在不用搞得那麼清楚 現在卡叔就是卡雲尼 穆仔就是Greenwood 以前我就有兩個人 對於我來說 所以Ed Woodward也正式離開萬聯 所以這件事也有相當大的影響 接著也是新組轉會 新組正式 加盟曼聯 接著去到歐國杯 歐國杯 Kevin Phillips 乾枉四射 究竟當時的情況 大家都還記得 我們還記得 英格蘭的領隊 叫我叫什麼 收夫基 好鬼死刺 蘇斯一查 我覺得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一件事 當時也說了很多 討論 當然很多 轉會傳聞 結果 李廚去了曼城 新組 正式加盟曼聯 亦 華拉尼 來到 歐國杯 入到決賽 結果 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記得 亦都 奠定了一個 基礎就是英格蘭國家隊的球員 或者意大利國家隊的球員 兩隊的球員 在今季的表現 都是有少少 跌鍋 都是因為歐國杯 踢得太遠 踢得太久 接著 相對來說 美洲國家杯 廢特也是入到決賽 結果又是 只能夠取得第二 好了 結果 新的球季開始 說真的 華拉尼正式轉會 新組來到 當時 還有一個很大的轉會 未來到 當然也簽了 之前 大家就以為 三個轉會 差不多 我們開季 也不錯 一開始 4比2 踢走坤士伯流浪 是聯賽盃 這個 看看 稍後再追回 香港 也有奧運發生 奧運 也是 香港的 恭喜 張家朗 香港 在 當年 今年的奧運的第一金 香港有史來 第二塊金牌 奧運的 開季沒來 華拉尼加盟 大家還記得華拉尼加盟 還在奧著服 穿著西裝 拿著波衣 繞場一周 大家記得嗎 然後 整年都在說 普巴族約 朱如子女 所以 一直都有說 普巴族約 亦都說 Marchia 究竟有沒有機會 但到現在 大家都知道 還有 轉會槍未完 因為今年 都是去到這個 那個叫做 開了季之後 還是轉會槍未關閉 然後 大家還記得 值得提提 我們萬迷早晨清訓計劃的 第三季 我都 在暑假時 繼續運作之中 接下來的暑假會不會有第四季 真的到時才知道 我都不知道 OK 然後 盧卡古 結果又回到車路士 我們新了華拉尼 就已經 已經都幾開心了 轉會市場 跟著來了 首先 美斯尼開巴族 這個當然都是很大的一件事 其實不直接關萬聯事 當然也有傳過萬聯 然後當然 阿簡尼 究竟就來不來一次 會不會去曼城 也是隻手可熱的 一個話題 然後 盧卡古結果就去了 車路士 然後到我們又繼續傳 傳傳這個 哈利簡尼之後 突然就發生了一件大事件 美斯傳完之後當然另外一個 就是 我們今屆來 斯朗發火非同小可 當時我們討論中 斯朗是不是真的會去曼城 說真的我就不是太高興了 但是 結果 簡尼就沒有去到曼城 斯朗撩到都沒有去到曼城 就是斯朗 結果就加盟曼聯的大大師兄 在一個 大家都 有少少估不到的情況之下 正式 加盟曼聯 在歐聯的時候我們正式抽籤 同組是維拉利爾 阿達蘭大和 Yang Boys 正所謂 仇人兼面 憤岸眼紅 這次我不會搞錯 因為看著是維拉利爾 因為之前說錯了 西維爾 我們當時抽籤 大家記得大巴說過什麼 要踢回歐巴 但是很可惜 我們就差少 我們贏了兩場 其實都做了大部分的工作 但是很可惜 亞特蘭大 就做不到 結果維拉利爾 仍然都是歐聯的 沒辦法了 維拉利爾 今年你就沒有杯捧了 因為 如果你落歐巴的話 你就機會大一點 西維爾好像落了歐巴 西維爾也是歐巴之鬼 然後就是斯朗加盟 當時以為他續約一年 其實也不是的 他來到兩年約 二加一的合約 斯朗加盟之後 就比較近期了 大家都開始記得了 我們的成績 真的跌跌蹦 其實一直都叫做可以的 都是繼續 蘇斯克柴的軌跡 一直跌跌蹦蹦 都是叫做贏下 又輸下 又有些OK 有時候又不行 結果 我們斯朗加盟的第一場 4比1多 紐卡素 然後 1比2輸給Yang Boys 但是幸好 結果 是不是那場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那場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那場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出線也沒有關係的 因為最後也是出到 第一名出線和第2場 雖然今季就贏不了Yang Boys 因為第2場也只是和討 但是幸好也沒有關係 但是 危機開始見了 但是我們又贏了韋斯咸 2比1 然後 繼續下去 對著阿仙奴 輸1比0給維拉 因為阿仙奴是我們贏的 搞錯了 輸1比0給維拉 我記得 早前也做過一集 開始 端倪 端倪 有股糯米 然後我們又贏了2比1 是否狼隊 先看看 不是 維拉里爾 還是歐聯的 說歐聯的維拉里爾 然後應該回到英超 1比1和左愛華頓 也是 大件事的開始 開始了 接著 之後就開始對著 兩對勁女 還有一場輸給李成 我記得了 現在開始有印象了 這些比較近一點 輸給李成之後 小弟也有個計劃 很多人就笑我了 我覺得沒問題 因為 如果大家 限死了一個框框裏面 創意會比較少 雖然這個計劃 可能性不是很高 但是我當時選擇了和大家分享 其實是可以想一下 有沒有辦法 可以兩全其美呢 結果我們3比2 贏 亞特蘭大 都是歐聯的賽事 因為今年的歐聯賽事 我們對著 亞特蘭大和維拉里爾 都得了很多分 亦都這樣 因為對賽成績 我們早一場可以提早 出線16強 在歐聯方面 一定是比去年進步 好了 接著 雙鴻匯 哎呀 在自己龍門撿回五個波 五次出來 這個開始了 接著之後 就更加 雙近的東西 接著他們3比0 營發熱刺 直接送走了柳爐 亦都 奠定了乾地去熱刺的一個事宜 接著之後 就二比二和 這個亞特蘭大 都不重要了 其實在歐聯的賽事 其實我們都是 相對來說都是 有些優勢 雖然也有少少 危機 但是結果 輸給曼城 2比0 都還未炒 因為當時來說 好像就差不多 是國際賽日 還是國際賽日 但是當時來說 大家記得 上蘇西亞茶走的 都已經去到69% 就是我們曼眉早晨這裏 結果 4比1輸給 屈福特 正式造成 蘇西亞茶被炒 然後 卡比克 很厲害 在這件事 看到卡比克 真是有情有義 真君子 亦都 他有一定程度上的領軍能力 因為被我們看到 然後 傳了 傳很多了 我記得早前做過節目 都說過這一段 全領隊 然後最搞笑的就是 簡董拿有一晚 突然說自己將會成為曼聯領隊 誰知 就不是 結果就不是簡董拿 是來到蘭力克 來到 究竟的情況是怎樣 大家都相當深刻印象 因為很近 也 希望 暫時來說 其實 都沒有很肯定到 他來到的效果是怎樣的 但是 我想 接下來 2022年 的上半年 看看這位 暫代領隊 怎樣搞 他做到什麼 在一些 我記得我說 撿到就撿 即是撿回正 的多少東西可以 當然 同一時間 希望有這麼少的成績 亦都 希望可以 做了半年之後 暫代完之後 可以幫曼聯找到一個好 又做到長遠的領隊 所以他繼續 在他的顧問崗位 和John Myrtle一起努力 為曼聯 去繼續建立我們的管理 以及 在球隊方面 繼續建立 OK 來到這一刻 就應該是 差不多倒數時間了 大家可以 除了說新年快樂之後 也可以說 說一下 你對於這一年的 有什麼願望 最好是說 你對曼聯有什麼期望 一於我們就 打算 2022年的倒數的時候 看看大家的願望 有沒有成真 好嗎 今節 不是直播 是Premiere 錄播 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的收聽收看 希望大家都可以過一個 非常開心 非常好的 2022年 我們開心的其中一個元素 因為我們都是曼聯球迷 我們開心的其中一個元素 當然就是曼聯的成績 萬進 真的可以 正正式式 挑戰 英超 歐聯的冠軍 今次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聽收看 Bye Bye Happy New Year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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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